你什么意思 我真的很喜欢 当初一时生气所犯下的错误决定 于是这才想要搬回小屋 但是他和程尧还没有正式在一起 钱衡没有合适的理由 这次钱衡特意在办公室举办了一场讨论会 以办公室谈恋爱为主题 程尧和钱衡一直站在对立面 钱衡赞同办公室恋爱法则 但是程尧却是以一个员工角度去考虑 就这样不欢而散 而程尧还在因为送错礼物的事情 而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钱衡却因为程尧没有下一步的举动 所以一直在纠结 二人再次不在一个频道上 钱衡只好寻求吴军的帮助 吴军事后知道钱衡有喜欢的人 但是没有说破 他认为男生应该更主动 否则是不会追到手的 而钱衡这才准备向程尧表白 却被程尧告知送错礼物 钱衡的内心这次受到伤害 这次回去的想法彻底没了希望 但是钱衡已经对程尧动了心 现在的他满眼都是程尧 所以这次钱衡才想对程尧表白 还特意在网上搜寻一些告白话语 程尧被老板的幼稚行为给逗笑 事后程尧这才勇敢 踏出自己的内心 接受了他的告白 二人就这样开启了办公室的恋爱 钱衡因为感冒导致身体不适 于是这才向程尧询问能否搬回去住 程尧当然同意了 事后程尧和钱衡一起上下搬回家 两人的幸福生活由此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